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Real Canada有料加拿大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律顾问世景孙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 就是加拿大入境政策再次放宽了 有一类人入境的时候 不需要再去申请书面授权了 那么从去年的10月20号开始 加拿大移民部RCC 豁免了留学生入境加拿大 放宽了留学生直系清楚的签证 允许留学生的直系清楚 以陪同为目的的 陪同符合条件的国际学生入境 不过当时规定 如果亲属是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入境 就需要向移民局提供书面授权了 叫written authorization from RCC 那么在这周开始 加拿大的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 那么就是留学生的直系亲属 入境加拿大不需要提供书面授权了 也就是说他的家长可以直接与孩子 随行前往加拿大 那么在这个新冠疫情比较肆虐的情况下 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可谓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移民局也明确指出 不管是未成年的留学生需要解决住宿问题 还是成年的留学生家长 有异象或者是在将来前往加拿大 陪读的亲属都不需要RCC的书面授权 便可以随同入境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每一位留学生只允许一位陪附的亲属随行入境 直系的亲属需要有必要的旅行理由 比如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首先你要是一个未成年的国际留学生 需要家人陪同一起旅行 需要帮助寻找在加拿大的监护人 需要帮助在加拿大的安置新家 打点新家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都可以成为适当的理由 第二就是成年的国际学生了 提交你的家人陪同的文件证明 包括你可以提供一份医疗证明 证明你有健康的影集或者是残疾 需要其他人帮助解决相对应的问题 那么留学生在线申请入境加拿大的时候 必须一起提交直系清楚的入境申请的 比如说加拿大的访问签证 visit visa必不可少的 直系清楚的界定范围 我在这里给大家明确一下 首先就包括了配偶或同居伴侣 22岁以下的受抚养子女 受抚养子女的孩子 父母和养父母 法定监护人 这些都是可以界定为直系清楚的范围的 那么与以前所有前往加拿大的旅客一样 国际学生和随心家属都必须要符合 加拿大目前所规定的公共关系的要求 公共卫生关系的要求 以及遵守入境后的14天的隔离期 任何的学生陪助家长仍然需要符合之前的要求 再去制定旅行计划 那么符合上述几类豁免条件 入境的人士在登机前也仍然要做一些对应的准备 并且告知航空公司你是符合过免资格的 像边境边防人员CBSA 出示你有必要的旅行原因 比如说你需要与你的配偶 你的普通法伴侣 家庭成员一起生活 等等这方面原因 由航空公司确认 并让你检查你的健康状况 以确定你没有COVID-19相关的症状 比如说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等等方面的一些症状之后 完成完备的14天的隔离计划之后 你才可以登机前往加拿大 好这就是以上我给大家分享的 有关于放宽入境条例的一则好消息 那么节目的最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做家园百科 家园百科是只关注加拿大的网络百科全书 你在上面可以了解到加拿大的相关信息 包括移民啊留学啊签证啊 以及居住生活文化等等方面的一些信息 都可以在家园百科上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石锦丝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